小发大早上的你去哪里来 我去忘了点树苗回来种 我有个重要的事想和你说一下 什么事啊 孟岚 先吃饭吧 待会再说 吃饭啦 小孟岚 昨天都吃过面来 今天要喝西饭 妈 她就那个鬼样子 你还能指望她做出什么好吃的 小妹 有的吃就不错了 还挑三拣四的 我哪次挑三拣四啊 你没看到我一眼跟不上都瘦了 小妹 你整天在家里面 闲着也没什么事做 我做的不合你胃口 你可以自己做啊 小孟岚 一是做的不好吃 还不让人说了 妈 我发现你这个人挺会钻牛角尖的 孟岚做什么你都要说两句 二哥 这明明是我二嫂的错 你没看到她天天 做这些没一样的东西给我们吃吗 你二嫂天天做饭给我们吃 还做错了 就是啊 小妹 我请你不要不知道好歹 小发少说两句吧 我们赶紧吃完好去种树 木兰 刚刚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说啊 我想了很久 决定出去闯一闯 所以和你商量一下 是不是妈和小妹又欺负你了 没有啊 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木兰 好好的 怎么突然想着出去啊 现在家里面的农活也干完了 在家也没什么事做 我想出去闯闯 你有这个想法是可以的 反正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你只要相信我永远是你建成的后盾 嗯 我相信我们现在努力一点 以后能够拥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房子 那我们出去带上瑞瑞一步好吧 我想先把它送到我妈妈妈妈那里待一段时间 行嘛 你现在这里栽 来 我过去弄点水过来浇树 你慢慢滑成线 墜落在这世界 哎 木兰你还真的挺快的嘛 赶紧浇水吧 待会还要回去收拾东西这两天就准备出发 嗯 哎 妈 你项链呢 对哦 我项链呢 肯定是被我二嫂拿了 她这两天正好没钱用 小妹 我请你不要乱说 乱不乱说我不知道 反正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清楚的知道我没拿 什么来 请你在我没发火之前 赶紧把项链拿出来 婆婆 我又没拿你的项链怎么给你啊 你没拿 拿的是老娘故意压忘你了 妈 我看她就是嫉妒你有项链带 所以故意把你的项链藏起来 小妹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小妹 请你不要振酒不吃吃饱酒 婆婆 你再好好想一下 是不是忘记放在哪里了 你是以为我有老娘痴呆吗 连着脸似的记不住 妖娘 你的项链掉在地上怎么都不知道剪一下呢 团姐 幸好是你剪得婆婆的项链了 要不然我挑进黄河也洗不清 孟兰 到底怎么回事啊 小个链 请你不要在这里多管闲事 小妹 是不是你又在后面搞鬼 团姐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是那种人吗 行了 小妹 项链找到就好了 还不赶紧给我拿过来 妖娘 我又不是不拿给你 你吼什么吼嘛 团姐 我们去摘点茄子回来吃吧 孟兰 我们家茄子都没有了 去哪里摘 刚刚我回来的时候遇见姨婆 她家店里面还有很多 叫我们去摘点回来吃 好 那我们走吧 哇 孟兰 姨婆家这个茄子种得太好了 是啊 她们老人家种菜都很有经验的 明年我们也向她们学习一下 是该学习一下了 我们种的菜都不太好 孟兰 小发这两天在做什么 整天找出晚归的 她出去打小工说天气冷了 想给我们买两件厚衣服 孟兰 虽然我们家条件不好 但小发对你确实挺好的 团姐 这些我都知道的 就是因为她对我好 所以我才跟她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们家条件是有点苦 但我相信只要你和小发一起努力 以后什么都会有的 但愿如此吧 团姐 这里也够了 走 我们去摘点白菜 晚上好上火锅吃 大家好 我叫小孟兰 生活虽有千般苦 但我们不曾放弃 感谢大家对孟兰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